吴尼腦 咪咪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与广旁的向日广场 先前因为产钱问题人去镂空 经过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一期工程改造之后呢 外观是美轮美奂 那么之前持续是做第二期整修工程 那么花莲区一会表示 希望能够在6月夏季之前改善完毕 提供给海洋观光游客修气的好空间 花莲渔港旁的向日广场曾经沦为文子馆 花莲县政府为了活化场域 修缮现有空间 与民间团体公司齐力 会同花莲区渔会 进行了花莲渔港多功能 渔业场馆二期整建工程会堪 一些观光客就一直陆陆续线来 那到5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就更多了 因为这边是敲除嘛 所以说这边会大破坏这样子 所以说是先做比较好 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指出 向日广场前的第一排空间 花莲区渔会整理以后 将提供给赏金业者游客修气所使用 并且也将辅导渔民将在地的渔产品 作为展售的空间 内装的部分的话 现在是目前是可以的 那现在到二期部分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会先游赏金船 然后它有一个报道数 然后可以让观光客人 然后也可以放行李 然后休息的地方 那我们是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以赏金客人 然后为赏金船的业者为优先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宜会的直销中心 那目前的话就是说 这一排的话 南区这一排的话 是由宜会现在是先沉住下来的 二期整建工程 绝标金额为2230万元 将进行赏金码头旁的道路铺面 扶手木栏杆 中庭整修 一至二楼楼梯 以及铺面整修等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金坏